女性爱丽丝与英国外交官老公在婚后 带着一对儿女到伦敦定居 同时也努力经营副业品牌 日前她临时开启了直播 透了自己在7月的最后一天 突然收到一个很激动的消息 情绪一直无法平复下来 爱丽丝不想独自消化这样的情绪 所以决定开直播粉丝们分享 但是直播开始不到两分钟 她就哭红了眼眶 又哭又笑地表示 怀孕时都没那么激动过 远早前她为自己的品牌 报名参加全球美中大赏比赛 当时只是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没想到最终会拿下金奖宝座 爱丽丝直言自己身为艺人 却从来没有得过金钟奖 因此是第一次知道获奖的心情 她更控制不住喜极而泣 她谈言生在国外长时间自己埋头苦干 没人能分享心情 也因此感到很寂寞 所以努力得到回报后 才如此激动 爱丽丝也透露 再过不久就要回国 希望能和粉丝们在台湾见面 让粉丝们都很开心啊 感谢观看